你老头是啥 是这个 是局长啊 是你老公当领导 就跟我就成熟一样 是不是 那我再是工人呢 哎呀 赵老伴也不是说的 咱们就是上天了 要求那么高 但是咱们还是平平淡淡 那过平淡是不是 不要求那么高 他还比那个长字符强 他说话挺挺那个就是稳的 家有老来伴 活着不孤单 满腹心里话越聊越喜欢 赵大呀 今年77岁 退休金每月3000元有房 这样的自行车啊 我还以为是骑那个自行车 出去买菜的那种呢 不是 你这装备还带着头盔 完了我看还挺专业的呢 大哥我一看咱这个设备 这个专业度 你是总骑吗 总骑 每天都出去骑吗 每天都出去 每天都骑几个小时 几点到几点 每天我是夏天时候 都是七点多钟就出走 冬天就八点多了 可是我到那个那个地方 中点那地方吧 是18公里 来回是30 36 天上好 云一伞 夕阳正把黄昏练 退了休 上了岸 开心健体是关键 退休后 大的女儿给她在附近买了套楼房 考虑再找老伴住在闺女 买的房子里有些不妥 大爷又出来租了个小房 你在找老伴下的 对 那不放不放不放 对 完了你在那个10号楼 又租住房子 对 租房子一月多少钱呢 那一年是一月1100一元吧 那你这工资三千 去了租房的1100一元 那也剩不了什么呀 房租的老儿的时候 他还花钱 我不打算他回 这个有能力还是自个儿花 有了儿女的知识 大爷很是欣慰 话不多说 咱们先瞅瞅大爷租的婚房吧 找不到多少瓶 40多瓶吧 大哥 你这戴帽子吧 还没感觉出来 你这一摘着帽子 头发也都白了 白了 我的头白 你今年多大岁说 今年76啊 16周岁 周岁了 那毛岁都77了 对对对 那不应该叫大哥了 这一瞅头发 叫大哥比较年轻 把我叫年轻了 更好了 叫大哥瞅得比较年轻 对 那行 我就听你的 我就叫大哥 我的心态年轻 我干上行事了 他们60多岁的 我都跟他们都一样差不多 大爷 这是话里有话啊 那就赶紧说说 对未来老伴具体有什么要求吧 我就看下 我那不能叫老伴着罪 是不是啊 就是找个伴侣 就伴侣 能说到一块儿 身体好一些的 过好就是 这一段 就很短的时间 过这一段 大爷对未来的老伴要求很简单 只要身体健康 能相复到老就可以 于是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来了今年69岁 退休金每月1000元 曾经跟张子富大爷 有过一面之缘的苏大妈 苏秀英苏大姐 那好 苏大哥这人不久动点握握手 还行 这个人挺有素质的 对人热情 我就看着他这个人 言品啥挺好的 挺稳重 还挺老实的 我看他对人吧 能有一个热心吧 这个我能看出 我是大眼睛能看 大眼睛能看出 对一个人 毕竟一辈子越历载 对呀 看看他啥一见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还不错 简单寒暄了几句后 大妈参观了大爷这个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屋 这是厨房 这是维生间 你看看大哥这个 这小造谈 是不是都挺感激的 做饭你看看 人家盘啥的 人都整的都立立丝丝的 再给你拉这瞅着 看看 干净 好 一瞅就啥 干净 就这样的情况 没有 我这情况很简单 都是棉子以后 大家有的时候喝下来 挺好 房子大小 温暖就好 对于大爷这个小屋 大妈非但没有嫌弃 而且表示完全接受 自从得知要相亲 大妈这怀里就像 揣了只兔子 七上八下的 尤其是见到大呀 激动的心情 更加无法控制了 这心从哪 前进走 这心到现在还兔兔的 紧张了 我不知道我咋的了 这心兔兔的 好像不行了似的 好事的一个预兆 现在吧 你要量学压 就学压就得高 现在我给你量一下 你根本就不能高 那么多年高啥呀 现在不是高 因为心激动了 月亮学果高压100 你等会吃点筋癌药吧 我可以要 吃哪家药 激动了 那我量一下 月亮学果高压150 我还159了 那属于高压 我也高了 这你俩就属于筋啥的 一见着彼此血压都高呗 那这一激动 就像我们高的心得得嗦嘛 就紧张 不知道咋的 要不要 看我这脸到现在还有点红 看来是彼此都长在对方的审美上了 本以为这次相继能顺利进行 可当听到大爷的房子是租的时候 大妈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这是租的啊 租的 那你那个房子 那房子有租的 哪个是你的 我没有房子 我房子农村卖了 我房子在农村住洪草 我来才五年来 那你就属于没房吗 没房 看到大妈有些犹豫 大爷立马给出了爱的承诺 房子就是有你住的 我的儿子就管我 但是我的生活吧 闺女都搭不过 什么粮啊油啊 她们都给我买 我基本花不多钱 要说大妈真的是人间清醒 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后 终于想通了 就算房子是老头的也跟自己没啥关系 既然是找老伴 最重要的 还得看对方有没有责任心 行 行行 就是行 这个房子我都无所谓了 就是说的 我要有病了 能不能给我拈家去 不能 有病得看 这就是凭你的心了 有医保 我就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找你了 因为我依靠你 我就不能说依靠孩子 找老伴了 有个毛病啥的 能不能 就是能不能给治治病 能不能给送家去 等到有病的时候 再给送回去 有没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那不行 有治治病 那行 不点家就行 行了大爷的一番保证后 大妈这心算是放到肚子里了 就在红娘以为两人好事将近时 没成想大爷这头又犹豫了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另外我还有问题 说吧 你老头是啥 是这个 是这个 是局长啊 是 你老公当领导 就跟我就成熟一样 那我这是工人呢 我这是 农场的工人 我这一位就种水稻了 看水是看蜡 但是 担保以后就种水稻 人家是局长夫人说在 是人家条件也被我强多了呢 是不是 因为 她的老伴的气质也被我强了 那好像有点不太般配了 要说大爷还真不烂 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懂得真来而退 可对于大爷提出的层次不同 大妈却有自己的观点 都老了也不能要求那么的啥 咱们就是过日子 但是不是说这长不长的事了 那都无所谓了 那不能比 咱们别说文化小文化高 但是咱们就是居家过日子 文文当当老坑 不用整这整那的 不用说谁比谁文化高 我原来是局长太太 现在我不是了 我也不可能那么走 那 那步过去了又到一步了 咱不能那么低 说的都挺得体的 说的挺当意 就看以后处了 有了大妈这几句话 大爷终于对自己多少有了点自信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高不可攀 大妈决定再说几句 哎呀赵老伴也不是说的 咱们就是上天了 要求那么高 但是咱们还是平平淡淡 那过平淡之后 不要求那么高 大妈子妇大了听了怕是要不高兴了 人家不就是想找个不要钱还能给做饭的老伴吗 话说回来赵大爷除了不归贝克文 其他地方还真就鼻子富强太多 只要你对我好就行 我也听这个孩子说你挺能做饭的 你能做饭我挺高兴的 做饭吧 家常便饭 那是啊 身权烹杂的 你要不来我不自个儿做吗 那对呀 熟食物我不自个儿熟是吗 我找的不是保姆 找的是伴 有啥的 有很多 他们这节目我都看了 原来不玩节目 有很多都是说的这种情况 哎呀太孤独了 要找一个伴 找一个陪伴 咱们的岁数不就是陪伴吗 是不是 他还比那个长子富强 他说话挺挺那个就是稳的 那就是我俩处子干 主要是他要是有个真心真意的 那我就跟他俩就就往下走 恭喜大爷大妈牵手成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我们下期见